大家好,我是方浩文 差不多兩年沒有開個人演唱會的小明 終於未來五月會在阿博開訴 今次和之前很不同,沒有可以推出演唱會主題曲 反而著重主題,想走國際化路線 希望有新嘗試和原素和惡迷玩一晚 是一個我恨了很久的概念 放在今次的Catch Out Live的演唱會 我希望以我自己很方浩文形式的一個呈現 將這個表演帶給大家一個更新鮮 更立體的表演方式 就不太港式的,比較國際化一點 還有香港暫時我沒有接觸過這類型的表演 我自己希望在我自己的項目實踐到這個想法 氣氛會好,還有沒有故事性 純粹是一個很開心的派對 一個很開心的表演 來到大家開心一晚就OK了 千萬不要想著有些甚麼很重點的題目 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因為大家平時可能已經壓力很大 所以輕鬆一點就OK了 我不催淚的 我覺得其實我自己反而很怕太催淚 我開心一點就OK了 主要我今次的表演的氣氛 都是想大家放下一些生活上的壓力 和一些節奏放慢它 然後來到很開心地玩一晚 就是我今次做這場表演的目標 香港人這麼大壓力 沒有娛樂舒緩客真的會瘋 不知道小明自己又有甚麼方法減壓呢 其實我自己很簡單 我真的去睡覺 我有時有些事情想不到 我就會去睡覺 睡醒第二天又有第二個思維 第二個想法 都是最基本的 或者是吃餐好的 或者約朋友出來聊天 就是舒緩一下 就算幫不幫到也好 但是你始終的壓力是可以舒緩到的 就是跟別人聊聊天 我都是做一些很日常的事情 沒有特別的一個方式 就是自己令自己舒服 懂得懷疑 最基本的東西其實是最有效的 就是不要小看一些平凡簡單的方法 其實那些是我們的必需品 所以其實就算拍攝多朋友 都不要忘記了那些朋友 因為在你需要的時候你的朋友是會幫你的 那你自己以前拍攝多人時 會不會都是有異性 當然了 就是你寄予但怎樣 不要啊 不要啊 不要制啊 想不到小明都是過內人吧 其實這次開演出除了在主題上落足心機 在演出安排方面他都沒有偷懶的 這次在Dancers的選配方面 到他們的衣著方面其實都很適心 因為我覺得Dancers是很重要的一環 他簡直是製作中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也是其中一個主角 亦都是在我自己演唱會裡擔當著一些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變成今次依然是有這個部分 我亦都開始積極去排舞 上一些Po-Po Training 去做Fitness的Training 去自己進入一個最佳的狀態 去迎接這兩場的Show 希望用誠意打動自己 打動大家 可以跳到一些新的步驟出來 令到大家都看得開心 小命還劇透 今次演唱會歌單 會唱一些之前沒有唱過的作品 想聽那滿歌的粉絲有福吧 有些歌是錄了之後從來沒有唱過 很奇怪 但那些歌大家又喜歡聽 但我又不知為何每次都沒有心機去唱 但今次又覺得可以唱一下 可能今次是貪玩 整個概念裡面都是 很想有一些新的元素 一些潮流的元素 有些國際化的意念 希望透過這個Show 將自己現在的感覺放大 給大家看 一提起小明的歌 大家都會聯想到不少 很理智 很有本土特色的作品 而這些歌 也陪了很多香港人度過低潮 但其實小明說 他並不是刻意發放正能量 我覺得是關於時代事 即時代需要什麼聲音 你便會自然寫一些相關流行的音樂 譬如今年我自己會偏向寫多些情歌的東西 我覺得時代不同 他會變化 你亦都要跟他緊密有一個息息相關的關係 所以變成在不同的時刻我會寫不同的歌 不是因為我覺得自己有這樣的善命感要寫 而是我覺得時間需要這類型的歌 我便寫 我亦是一個作者 但我亦是一個聽眾的身份 自己覺得需要這些歌 所以去寫 譬如寫HW1的時候 覺得太多人在選擇去留 所以我想寫一首回應時代的歌 其實每一首歌我都會回應當時的感覺 就沒有一定的題目 反而是印證著一些時代見證 今年會重點在愛情和情歌方面的題目 因為太久沒有唱 還有新歌Vanish Mode其實都是一首情歌 不過它是講偷情的 都是情歌 都是情歌來的 所以我覺得情歌有很多種類 我都會用不同的切入點去寫一些不同類型的情歌 跟大家分享 因為今年我都希望可以拍到四至五首歌 希望情歌的分佈起碼佔有一定的份量 因為我很抱歉去年我擺了一半的時間 去做show 一半的時間做音樂 我只拍了兩首歌 我自己覺得做歌手 用音樂和大家溝通是很重要 我自己比較少產量 我希望今年的產量提高 做更多音樂的本質 小明去年花了一半的時間開show 和鄭安琪、Webberband 都有Course Over辦演唱會 但為何偏偏等也等不到 他2021年紅管show的Part 2 不立刻再做? 我也不知道為何 究竟是否疫情還是反覆 還是怎樣的關係 總之就沒有延續到 但我覺得其實那個記憶 已經永遠都落孕了在有來看的朋友身上 即是那個其實不單是一個集結 亦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大家去見證我自己一個成長的 一個很大部分的一個里程碑 所以到現在都很感謝那四場 有份來看的每一位觀眾朋友 一向喜歡被粉絲驚喜的小明重預告 現在籌備緊 和其他歌手有新合作 在談緊 所以就不可以透露 因為我真的覺得香港 現在有很多很好的歌手 是湧現了無論男或女或組合 都有很多合作的可能性 所以我自己覺得 為何不去做一些新的chemistry 給大家聽和看 確實他們真的令到香港 更加多色彩在樂壇上 無論他們的表演方式 他們的演唱會類型 他們做的曲風 更加國際化 亦都可以帶香港的音樂 走到另一個新的層次 新的高度 所以我喜歡 我喜歡一個新的generation 帶給香港的energy 我自己有機會合作的話 我都想合作 即是正在安排 到底是甚麼歌手 得到小明高度讚賞 真的很期待 變成了 最終的 你的意思 失敗 還是 互相 如果 更新的 行 好 不 很 人